众希武作为家主身上肩负着重担 运筹帷幄谋略过人 是个难得的人才 也是公主心中的骄傲 众希武搞事业绝对是没问题 可就是感情挺曲折的 很久很久之前就喜欢上画钱 因为画钱一直忠义众叶兰 所以众希武选择隐藏了心中的爱 知道画钱决定合理的时候 众希武的心再次激动 勇敢地去追求画钱 可是身份特殊的两人 之间的问题绝不是爱与不爱 众希武有信心排除这些阻碍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用错了方式 结果把已经对他动心的阿浅越推越远 众希武先是因为极度关押了小侍卫 后来又逼着画钱指证父亲 众希武的目的就是要把阿浅 彻底从画家摘清楚 也没有考虑画钱的感受 画钱把家人的安危 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 众希武这样做 无异于要了画钱的命 画钱果然喝下了长公主刺的毒酒 假死彻底离开了皇城 众希武长子都要毁清 所以后来知道画钱没死 也不敢去找他 非画钱不可的众希武 把家主之位让给了众叶兰 他带着母亲和画钱去南方定居 远离世非过画钱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结局是你们想要的吗 欢迎留言说说你们的看法 vol家兰